Hello 大家好 我是惠惠 現在2021年10月26日 香港時間中52點多 今天這條片就講一個 2022年很重要的新潮 就是猴子啦 你們就是講新潮運程 在任人年來講 最重要 最關鍵 最多人留意 還有最緊張的一個新潮 講到好像不緊張都被我說到緊張 其實不用那麼緊張 只不過是犯太歲 不過這個太歲 屬於這麼多太歲 就比較靠一點 最靠是他的 不能這麼靠 所以其他新潮那些 不用怕 猴子也不用怕 你們更加不用怕 你看到我呢 把猴子畫得多一點 我前面的新潮都沒有畫那麼多 這是指定的 指定的 就是小心點 我專注多 去跟猴子說話 好了 你們有點緊張 我們來看看 大約是怎樣 猴子的運程 猴與虎 我們為之人身衝 就出現反太歲的情況 太歲就叫做衝太歲 是最惡那個 最強那個 太歲 最強的太歲 會帶來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些 不用那麼害怕 所以就是 魯莽一點 衝動一點 火氣重 容易罵人 容易扔玻璃 容易拍桌 就是這些 另外因為 猴子 也在下年 我們術術所說 出現一個半型的狀態 所以會比較 顯得霸道一點 不容易協妥 所以就會 因為這樣而惹事 我可不可以說 不協妥是一個問題呢 或者是不好呢 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有時 就是有些事情 要不協妥才能做到 所以唯有 就只可以 同後子說 你們 見機行事 如果 你不協妥 你覺得 可以 on the whole 是 令到整件事 去到你想要 去到的目的地的話 是會有效果的話 那當然是堅持不協妥 但是如果你覺得 這個動作 都不可以幫到什麼 的話 就不妨想一想 退一退 退一退 這樣 好了 總之 自己看位了 這樣 Anyway 一字記之約 就對於猴子來說 我就會提議 他們在任人年 就稍為把那些 想的東西 尤其是火氣猛的東西 慢一點出來 所以說 一隻鍋牛送給大家 凡事慢拍一點點 想多一點點 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態度 是會衝動的 所以你要 要處理它 你就要有意識地 令自己做的東西 慢一點點 不是說 老闆叫你做的東西 你又慢一點 不是那些 而是你 譬如說 相對風險高一點的東西 譬如 我真的要抄 媽抄我老闆 那些 慢拍一點點 拖長一點 想多一點點 才去做 如果覺得自己 真的因為火氣很重 就 又想起 就是我所說 要慢一點 你不妨可以 上班一下 等整件事 沉澱一下 先沉澱一下 才想想怎樣做 會好些 好了 有朋友 就一定會問 那 猴子可不可以 扮大事 結婚生子 那些 其實全部都可以做 OK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留意自己 在做這些重大的決定 或者做這些重大的動作的時候 會不會是 因為可能不煩 忙 而 會有那些 不打歉 霸道 衝動 罵人 那些 所以就是 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你要努力駕馭自己的脾氣 這樣 小心 看看會不會那些脾氣傷到人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 新王 難不難搞 不是很難搞 是吧 當你知道原來我 原來那個太歲是這樣的 那就 不難搞 會有朋友會問 阿歪歪 那我可不可以去那些 攝太歲 我知而處女 唉 這個點 其實呢 我就會覺得 是 因為 這件事情 如果是 就是 那個 前面那個太歲 太歲廟 是一些 嗯 就是沒有什麼的 靜靜路路 那些靜道的話呢 我覺得是 不要緊 就是去 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問題是 是有很多呢 都是 隨隨便便的去安一些太歲 你 表面上你看是太歲 但是其實 它裡面不知道是 什麼 扶著了在上面 簡單來說 會不會是有些邪靈扶了在上面 那所以呢 邪靈啊 魔鬼啊 那呢 就 是真的有的 那 就是 當你們去 所謂的 拜這些太歲的時候 進去這些廟那裏呢 是 某程度上 是 開了自己一些頻道 就是 進去這些 不 真的被這些 邪靈扶著了那些 的寺廟的話呢 或者那些叫做 神子 那樣的話呢 會自己 開了一個頻道 然後就 嚴威了一些 髒的事情 所謂的 麻煩的事情 所以呢 唯有安全起見 我唯有 因為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選擇去哪些 去哪些 去哪些寺廟呢 現在有很多 屬地也好 或者是 傳統的也好 都是 每個都有些太歲的廟在那裏 但是其實 我不敢承認 免得罪人 一來 一來 這個是 是 就是 屬於邪靈學那邊的 專業範疇 我不在這裏 這樣說 我只可以說 你們 沒什麽都擺一餐 這樣 所以我在這裏教 都是用一些安全一點的方法 那 好了 新網方法 安全 怎麽安全呢 就是 往年 屬後的朋友 可能經常都聽到 有人叫你們 駝蛇仔 但是呢 下年 2022年 你們就 真是要把這隻蛇仔收起 你什麽不做 不要緊 但是你收起 你的蛇仔 麻煩 因爲 你的蛇仔 一出出來 我們有所謂 人至新三營 一個三營一出 你就 這個full power 當蛇仔一出現 那個三營會出現full power 那對你 會加重了你那個 那個霸道霸氣 而導致一些 招禍 招禍 這樣 我會建議 你們不妨 就是用 白色的豬肉 豬仔 形狀的肉 吊色 你當 餵隻豬給隻老虎吃 這樣 哄一下隻老虎 所以可以用白玉豬 另外 如果懂得辨別家裡的方向 就是在家裡的東邊和東北邊之間 畫一條中間線 然後在一條中間線上面 偏東北這邊 這個位置放著豬在這裏 明白嗎 東邊和東北邊的中間畫一條線 然後在這條線的偏東北邊 那個位置 但是貼著那條線 就放一些金色、銀色、白色的豬 都可以 這樣 哇 即是金、白、銀 或者 你放肥豬肉在那裏 都可以 但是你放不到一條鏈 那 放一些金放一些 這樣 有一個 有些豬肉仔 買多一顆 然後放在那裏 另外呢 就 空吉星 空吉星呢 咦 有兩顆 吉星道 其實是 一顆呢 翼馬 翼馬通常我都當它吉星 尤其是 大家困了兩年 pandemic 下年見到翼馬多開心 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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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另外 有貴隱星道 有個月得貴隱星道 所以 會幫 即配樂去幫助你們 這樣 總之最重要是你們 駕馭自己的脾氣 那就可以 安不安穩呢 渡過這個任人念 如果你說 我想移民 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 沒有問題 但是呢 過程因為都很繁複 有些事情可能是 不是很順暢 那你們呢 就要小心自己 會不會發了些脾氣 令到身邊的人 就是 為自己添煩添亂 令到身邊的人 有不開心 而帶來一些新的阻力 這樣就不好了 好 那今天暫時 這麼多 希望猴子的朋友 一年真的很快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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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